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八號 不只是第一屆世界棒球十二強開打日子 也是臺灣棒球名人堂 迎接歷史性的一天 世界群雷打王王貞智 現身臺北松菸大龍 從協會手中接獲證書 繼一九九四年入選日本棒球名人堂後 王貞智成為橫跨臺日棒球名人堂的第一人 這是我們非常尊敬的長輩 所以我們韓國民黨非常榮幸 他這次能夠日堂 所以我們以最高的榮耀 魁威一年再度造訪臺灣 王貞智除了分享自己協助舉辦的 臺日親放交流計畫 也瀑不期待要感受世界十二強的魅力 甚至還大膽預言冠軍球隊 其實大膽預言只是其次 王貞智最主要目的 是激勵臺灣選手們藉由國際賽 攜取經驗 繼續將棒球不斷挑戰自我 堅持不放棄精神傳承下去 培育更多臺灣之光 我要提供新聞採訪報導